嗯,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风云快讯节目,今天是2022年9月8日星期四,现在是美中时间,下午一点,我是冷天晴,今天的新闻全部来自加拿大。 供应链问题继续冲击企业的生存,据甄美方9月6日报道,联邦机构在对本国供应链分析后发现,绝大多数企业都很难在短期内保持其产品或原材料正常的保存量。 加拿大统计局2022年第三季度供应链分析报告称,上季度类似因供应链端裂状况在近三个月内会更加恶化,多数企业正在尝试通过与新的供应商合作,发展代替产品和循转本地资源等策略来减少所遭受的冲击。 其中,建筑和制造业的设备和采购、投入和原材料供应方面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并预计将在半年内出现供应危机。 此外,由于现行的边境防疫措施对人们和货物流通的限制以及长期压制的消费需求所导致的冲胀压力,许多企业都尚未从之中的紧缩和关闭中完全恢复。 本台记者清清、陈希,自由法兰西综合报道。 央行如期大幅上调基准利率 据雅虎金融9月7日报道,加拿大央行当天再次将其基准利率大幅上调,并同时警告称, 鉴于无法控制的空障前景,未来还会进一步加息。 正如经济学家此前所预计的,央行在今年的第四次加息中将基准利率上调了75个基点,至3.255%, 约畅2008年4月以来最高的最高值,并已达到G7国家首位,同时也将利率带入了最高限制性区域。 被稳定本国经济均衡增长,央行始终试图将该利率控制在2%至3%的中性区间之内, 但自3月份以来,超预期的经济过热迫使央行继续提高利率, 以将飙升的通胀率控制在理想的区间内。 尽管在今年内以第四次加息,带8.1%的通胀率仍远高于该行的2%左右的预定目标。 本台记者陈希,油酸仓率会优似综合报道。 央行再次加息将影响房贷市场。 据CTV新闻9月6日消息,在加拿大央行为对抗通胀而再次大幅加息后, 全国抵押贷款的机构,包括银行、新鲁社和信托公司等, 都会将其最优惠的贷款利率提成相同的幅度。 报道称,在基准利率上调75个基点至3.25%之后, 部分国民会因本次的加息而每年额外支付数千加元甚至更多的抵押贷款, 并直接影响大部分浮动利率抵押贷款的持有人。 此外,拥有房屋净值信贷额度的人也将受到类似的影响, 并导致其获得抵押贷款的资格变得更加困难。 分歧师表示,在通胀持续,央行继续加息的情况下, 固定利率的房贷计划可能是购房者的最佳选择, 因此高通胀即等于高利率,而经济放缓则意味着利率的降低。 本台记者清新重生之音,综合报道。 国民过度依靠信用卡来缓解财务困境。 据CBC新闻9月6日报道, 由于高通胀增加了生活必需品的成本, 部分消费者转而更多的依赖信用卡, 以暂时缓解其财务压力。 加拿大信贷局报告指出, 随着信用卡额余额开始超过使用者偿还能力, 这种透支的做法正使部分人负债累累。 目前全国信用卡平均额度约为5800加元, 是自2019年以来最高值。 更多购买信用卡行为, 已导致今年的6个月的信贷余额增长了6.4%, 并使整体消费者的非抵押债务曾不断上涨趋势。 虽然用于购房的抵押贷款债务也在攀升, 但消费者在房地产市场之外累积的大量非抵押债务 才是其生活压力的主要来源。 这充分体现在全国各地所有年龄组, 以及不同风险等级的信用卡债务正在全面攀升。 本台记者陈希, 游村枪旅客游四综合报道。 以上是今天的全部新闻, 谢谢你的收听和收看。